去下一站之前 我先考试老师一句诗 白柚青花一火成 花从柚里透分明 这说的是什么 这个说的应该是青花词 青花词能不能算得上是中国历代词器当中 就现在在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 原青花确实是它现在存留量比较少 但是我告诉您 在距离中国6800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国家 它的一个古老的皇宫里边 存的这个原青花的数量 占到了全世界的13% 您知道是哪 这个地方我去过 土耳其的托布卡帕宫 那么我们的故事就从青花词开始吧 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 被称为文明的摇篮之一 这里过去曾是古罗马帝国 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中心 它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 数百年前来自中国的青花词 经丝绸之路抵达了这里 直至今天 青花词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叫阿蒂尔詹古 是一位土耳其的陶瓷艺术家 我今年70岁了 做陶艺已经53年 我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做陶艺 传到我这一代 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我17岁就开始跟叔叔学习陶艺 从刚接触陶瓷开始 我就知道土耳其的青花词来自中国 这是托普卡帕宫 是土耳其托普卡帕的老房宫 几百年来 成千上万的青花词 经海上丝绸之路 千里迢迢迢运到土耳其 当我第一次看到 托普卡帕老皇宫的青花词时 我就被他的美丽所经验 几乎每一件精美的瓷器 都写着景德镇的标签 景德镇是陶瓷和瓷器的生产中心 是我一生的向往之地 在一千多年的时光里 青花词以及其烧制记忆 从景德镇出发 足迹遍布了整个世界 我叫翁彦俊 是景德镇玉瑶博物院的院长 我们博物馆保存了很多 当时玩家到西亚地区的瓷器 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瓷器碎片 见证在当时通过厮守之路 和世界各地的交流互鉴 托普奇伊斯尼克 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城市 我们中国有景德镇 伊斯尼克就好比是托普奇的景德镇 由于这样的历史 我们2021年11月15号 那两个城市进一步地阶 成为了友好城市 伊斯尼克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城市 它是连接安纳托利亚和土耳其东部的贸易重镇 16世纪以来 伊斯尼克陶器通过对中国青花瓷研究与吸收 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陶瓷风格 由于对中国元素的痴迷 在我们土耳其 几乎每个家庭 都有一件与中国瓷器有关的物品 我家里就收藏着1450年 至1480年期间的伊斯尼克瓷器碎片 这些瓷片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刚才故事当中的主人公 登台与我们共赴和美之约 掌声有请两位 谢谢 年轻人 千年咬火 深深不息 是陶异家们对金德镇 这座城市美的追寻 今天我们将共同欣赏 青花祠的和和之美 我们要欢迎请得任御姚博物院院长 翁燕俊和来自土耳其的 陶艺家阿迪尔·詹普文先生 阿迪尔先生您好 欢迎来自国家 吴院长研究的这个领域非常有意思 是考古中的关于陶瓷这个领域 对 古陶瓷 姚博物院是世界唯一专门研究陶瓷考古的这么一个考古所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的话题肯定是围绕陶瓷 尤其是原青花 因为这成为了联系中国和土耳其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纽带 实际是原青花这种瓷器 我们从古代的这种文化 再次进行